毓哥 恭喜你 繼毛澤東 特朗普之後 師傅又再開一套 自禽四人幫給你 你也是飾演毛主席這個角色 已經有了幾套戲的經驗 和第一次做毛澤東比 首先講一下毛澤東這個角色 你覺得感受有什麼不同 你對毛主席這個人物的認知 因為我們在讀書的階段 其實沒有這些近代史 也真的要很感謝李居明大師 他開始寫這些戲給我做的時候 就令到我對歷史更加有興趣 也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自己本身家裡 以前都是在中日戰爭階段 我的祖父和家人 都是因為這樣而犧牲 所以我知道中國人的痛苦 所以我很想追求近代史 所以有這些戲做我是很著弱的 所以追求近代史之後 我也知道無論每個人對歷史人物的看法 我也是很尊重他們 因為我覺得沒有他們是沒有今天 所以由我開始做毛澤東的時候 第一套 其實我很希望那套戲 除了讓人知道這個人物之外 我很想知道他的愛情故事 所以做了之後 其實我是很感動的 所以到最後我也是對這個人物不斷追求 到後來李大師再寫幾套戲 都是關於這個人物 亦都有其他的 例如特朗普 或者有孫中山 類似的 現在跟著再套戲 是志禽四人幫 聽到名字很刺激 但其實內容 真的挺特別的 就好像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香港原來出了一個乒乓球冠軍 原來是他先的 我們自小認識的東西 就變了知多一點歷史 另外就是說 究竟大家都看到這個歷史發生的文化大革命 是什麼事呢 這個不是說政治 是想說歷史給大家欣賞一下 所以我經過這些幾個劇本之後 其實我是覺得學習了很多 所以我對演毛澤東這個人物 我是很榮幸 我亦都是學習 就是這樣 毓哥由出道 他很喜歡喜愛粵劇 但是一直到演毛澤東之前 其實都是做傳統粵劇的 你是一個很固定的 帥仔古裝扮相 你的戲迷一直都覺得 這個是毓哥 當你首次接毛澤東主席 這個角色的造型的時候 你有沒有考慮到兩種 一個是古代 一個是現代的造型呢 你的戲迷會不會覺得 突然間新鮮感強了 有沒有擔心過 或者是給多另外一個形象 給我的粉絲看一下 因為以前我曾經做過電視 亦都做過時裝 亦都在舞台上有做過時裝 所以在那裡吸收了不少的知識 和跨媒體的演出 究竟在舞台上應該怎樣用時裝去處理 好像以前我們的前輩 都曾經有做這些戲 有些是穿日本裝 有些是穿文初裝 不過沒有流傳下來 現在難得 新光戲院李居明大師 無論是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任何一件事 他都是一直付出的 在這個情況下 在我們的角度來講 有機會演出就是一個幸福 所以加上我們以前所學的跨媒體的工作 加上我們在舞台上的粵劇 怎樣可以混合在一起呢 能夠在這裏運用出來 就是一個開心的一致 是的 我都忘記了 如果不是動歌提起 我都忘記了它是電視 舞台劇 現在的現代化粵劇 其實有很多的 其實自從《自禽四人幫》 即是這個宣傳出之後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期待 真的期待 哇 這個究竟是甚麼戲呢 李大師究竟會 將一部甚麼歷史的劇作 是會做出來呢 裡面的內容是怎樣呢 剛才也聽見旭哥說 真的很特別 非常之曲折 你想不到裡面 他們的想法、思維是這麼特別的 他可以在一場戲裡面 這個人是用三種身份出來 即是三個年代 以及究竟怎樣在舞台上游泳呢 這個也是特別的 加上這個戲打後 還有一個小評理好 就是明年 李居明大師將會想這套戲 其實我們從小開始 已經在電視上看到 鄧小平這個真人 而且因為這樣 令我們香港泛榮起來 所以能夠做到這些角色 是我們的榮幸 我有一點點感覺到 為甚麼李大師會做這個近代史 多謝旭哥因為他要排練 我不能阻礙他太久 我也想跟師傅 真的談談這個創作近代的粵劇 近代史來做一個資料的故事 多謝旭哥 等你完成了演出 我們再談談一個演後感 好 多謝你